中国女星刘亦菲出演过多部仙侠剧 凭借青春外表与空灵气质或封为神仙姐姐 今日有一名网友发文表示 自己小时候曾做过刘亦菲好几次 如今要看到她还需要在影音平台上付费 遭到其他网友怒呛根本是在蹭热度 对此原播回应表示 自己就是已经做过刘亦菲了 小时候做过的事又不能改变 肖江态度再次引发网友暴怒 认为校园霸凌应该受到重罚 事实上的玉菲曾透露小时候随母亲移居纽约 在海外上学时遭受过霸凌 无奈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坐着好好上课 就遭到其他同学拉扯头发 还拿笔在她身上画画 另当成她陷入郁闷 后来鼓起勇气告诉校长 霸凌者才受到了停课一周的处分 他也很庆幸 自己与朋友都沉得住气 没有忍不住还手 假设计则 你怎么还不住 我会想让人家买 这些东西 我会想让人家买 我会想让人家买 在学习 那些东西 也会想让人家买